今天的国际大事呢 首先我们要先带大家来聚焦 目前呢 俄罗斯展开了他们的这个外交 算是外交站吧 因为呢 要出访的国家 很明显的 都是跟美国不太好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俄罗斯的外交部长 拉夫罗夫 他要去哪里呢 首先第一站 他就要前往 美国的后花园 南美洲 去巴西 然后去委内瑞拉 再来尼加拉瓜 接下来古巴 时间点4月17 到4月21 那么在巴西的这一战呢 是已经结束了 不过呢 哇这个冲击不小啊 巴西总统鲁拉 先前不是才去访问了 中国大陆也见了习近平主席吗 他提到了一点 他说认为美欧助长 俄乌战争的延续 哇巴西讲这句话 美国听了很不高兴 连续两天反击 除了巴西总统 对他表达抗议之外 还质疑说美国在 俄乌战争的立场 那么大陆国防部长 李尚福在访问俄罗斯 也吸引了国际的关注 因为俄罗斯总统是 普丁啊 非常高规格的来接待 李尚福 希望可以强化 两国合作关系 我们先来看这一则新闻 等一下请大使帮我们评论 巴西总统鲁拉出访 中国大陆之后 持续推动他的 俄乌和平计划 更批评欧美助长 俄乌战争的延续 让美国白宫连两天 大动作回击 白宫强调美国并没有 助长俄乌战争的延续 其实针对鲁拉评论 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科比 前一天就已经抨击鲁拉 根本是鹦鹉学舌 罔顾事实 直接帮中俄两国做政治宣传 倒是大陆国防部部长 李尚福前往俄罗斯 落实深化中俄的战略关系 但李尚福称在普丁 促进世界和平的一席化 掀起热议 推特上流程一支 李尚福与俄罗斯总统普丁 以及国防部部长 萧伊谷会晤时所宣读的内容 他布置大战普丁受到人民爱戴 更说他为了世界和平做出重要贡献 李尚福的这番言论引发网友争议 但影批的真实性目前无法证实 大陆官方也并未回应 但李尚福访问莫斯科 第一天就获得普丁高规格接待 可以看出因为俄乌战争 让俄国更倾向与中国大陆密切合作 接下来林涵综合报道 哇看了这么多啊 美国呢真的是在后花园翻车了 光是这个巴西总统啊去访中啊 讲出了这一段言论呢 让美国国安会发言人科比啊 非常的生气啊 他说呢你巴西你是在暗示 我们美国跟欧洲对和平不感兴趣吗 巴西总统跟外长还亲自接见 会见了俄罗斯总统 但是呢外长目前跟乌克兰官员 只有透过电话来交谈 巴西媒体还分析说 美国指责巴西忘恩负义 但话说回来 大使你怎么看呢 现在这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他的这一趟的这个南美洲行程啊 巴西你看又委内瑞拉 又尼加拉瓜再来古巴 你现在就会发觉 其实世界上反美的国家 实在是不少 随便找一个啊 就有这么多 因为现在拉夫罗夫去这个五个 四个国家 基本上在拉美国家都算大国 都不是小国 那这个现在这四个国家 基本上对美国都是有意见的 对 国家是委内瑞拉就被制裁吗 古巴也是之前被制裁的很惨吗 那原因就是说人家为什么反美 因为你美国整过他 都被美国这四个都被美国整得很惨 真的 巴西鲁拉你知道他曾坐过两年监狱 那是他已经卸任以后 卸任还被抓去关 还被抓去关 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帮 帮这个巴西通过了一条法律叫好 反腐败法 然后找了一些 巴西的年轻的这些检察官到美国受讯 然后呢有一个35岁检察官就开始紧盯着那首鲁拉 最后硬是把鲁拉定罪 然后呢这个整个过程中呢 这个整个的法律是美国协定 然后人员也是美国帮忙制定的 所以就是先射箭再画把 就是要让鲁拉下台那个时候 因为鲁拉是左派 有传闻鲁拉年轻时候 曾家加入过古巴共产党 他是非常左的 因为他出生非常贫苦 所以他是替这些穷人请命 对可是鲁拉当了两任总统 下来你知道他下来以后 他得到人民的支持到什么程度 就是这一次又当选了 他下来的时候民调80% 哇塞下台可以民调80% 这也太高了 对他是左派美国人 美国人绝对不容许 美国的后门有什么 有左派的社会主义 美国通通要去掉 所以他就犯了这个美国忌讳 所以他关了两年监狱 后来巴西的最高法院 还鲁拉清白 鲁拉才能够再出来选举 一选就赢了 对没错 那接下来呢各位委内瑞拉 你会想说委内瑞拉不是产石油吗 这国家怎么了呢 这个国家呢现在过得穷困潦倒 通膨爆炸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对他们进行了 非常严厉的制裁 我们先来看一下 为什么俄罗斯外交部长 拉夫罗夫要到委内瑞拉去呢 他要去谈什么呢 告诉你谈的都是一切 美国最不希望发生的 我们来看一下 委内瑞拉的外交部长 伊万吉尔跟俄罗斯的外交部长 马上见面呢 就签了一个战略协议 首先呢他们达成公式 我们要一起对美元减少依赖 我们要想办法推出一个可以绕过 美国swift系统的金融交易体系 因为美国动不动就拿这个swift来制裁人家 反制美国还有西方国家的单边制裁 然后一起建构多极化的世界 所以这也很明显了 又多了一个国家不只是反美 还反美元霸权 委内瑞拉这个国家原来是非常有钱的 他产石油 怎么会被弄成这样呢 他产石油 可是呢问题他也是比较走社会主义的 你知道这个世界上 有几种国家是很脆弱 第一个他产石油 要不然他就产铁矿 天然资源非常丰富 然后呢国内政治并不是很上轨道 然后呢就想走社会主义的路线 然后让穷人也可以分到一些国家的天然资源 这种国家基本上美国人都不能接受 所以委内瑞拉也被美国整到现在一穷二百 全部制裁 不准任何石油公司跟他合作 有石油卖不出去 所以委内瑞拉现在是名不聊生 而且他选举的时候 他现在的选举当选 这个好总统当选以后 那个反对党的没有当选 可是美国宣布说 对不起你没当选 我承认另外一个当选 因为你选举作弊 到现在还在承认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所以就是美国标准嘛 美国就很明显 他真的把南美洲当成是他的后花园 要谁当选就当选 要谁称霸就称霸 因为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就是说 我要没有任何可以威胁我的敌人 那在美洲很好搞 你们这些中美洲南美洲这种国家 自己政治不上轨道 他就下去给你控制 最后把你的政治 你有一个好的领袖就把你整下来 把他逗下来 你的国家快要走上轨道 他要把你搞乱 然后为什么呢 这样美国才安全 你出一个 你在美国这个南美洲出一个大强国 军事也强 经济也强 美国人睡不着觉 美国人一定要把他的周围 要不然你就完全臣服 要不然就是把你搞得 你对我构成不了威胁 而且你内部的弱点 我全部去运用 你不听话 我就要你下台 所以美国对中南美洲 就是一个这个政策 所以呢 这么多年来呢 这五个国家是没有被他打趴的 所以就还存在 可是呢 他们会说美国人好话吗 不会 他们基本上 他们恨死了 恨死美国了 那现在俄罗斯 也是被美国 也是在这个欧洲的拉美国家 美国也一样的 一样的方法对付他 所以这个 就是他们有共同的敌人 所以呢 这个拉夫罗夫 在这个四个国家 都受到高规格的待遇 没错 美国有一点 到现在还不太爽 他说 拉夫罗夫居然用军礼欢迎 所以美国更 在这个巴西的时候 还受军礼欢迎 所以美国现在就开始叫 然后最有趣的就是说 美国说 鲁拉你忘恩负义 你选举的时候 我有帮你忙 对不对 我有恩于你 人家人家就说 那你不摆尼美国干涉人家内政 人家选举是巴西 你什么你有功 不过我觉得美国有功 意思就是说 我没有把你 我没有破坏你 让你让你安然当选 你就应该感恩戴德 我没出手 我出手你就当选不了了 所以我的功劳在这里 所以美国是这样子看待拉丁美洲 也难怪 现在其实拉丁美洲 不只是情恶 其实呢 也想跟中国靠拢 为什么 想跟中国做生意 讲错了 是南美洲 不是拉丁美洲 其实包含 其实拉丁美洲也一样 大家都想跟中国市场做生意 尤其是乌拉圭 乌拉圭的外交部长 在4月18号到4月27号 他有个访华行程 要做什么呢 乌拉圭的外交部长 布斯蒂诺他访大陆 他说希望跟大陆签 FTA签自贸协定 哇塞 这消息一曝光 媒体下了一个标题叫做 南美邻国锦铃大作 现在呢 大家都不靠美了 因为大家都发现 美国靠不住 现在呢 大家要做生意要找谁 找中国 大使您怎么看呢 乌拉圭这一步棋 我觉得中国大陆 现在是可能世界最大的 能源的消费市场 也是粮食最大的消费市场 中国大陆像习近平讲过很多次 这个饭碗一定要端的稳稳的 老百姓粮食供应很重要 虽然中国大陆保障很多的这种 所谓的这个耕地的基本耕地 最少耕地面积 也就是饭碗牢牢操断 可是还是有很多食品要靠进口 那现在 中国大陆签有关的这个 自贸协定的对象还不多 基本上比如说啦 跟这个东协签 那东协事实上 它没有很大的什么 羊毛 牛肉 大豆 这些南美都有 粮食 乌拉圭 农业小国 对农业小国 它的主要出口就是农产品 羊毛 稻米 大豆 冷冻牛肉 麦芽 牛奶 他就是要卖这些东西 这个完全可以卖到中国大陆去 对 中国大陆我想只要买他的东西 这个国家就找到一个大金主了 那现在 现在这个乌拉圭 它过去是 南美洲有一个共同市场 叫南锥共同体 叫Mercosu 这个其实有二三十年了 很早 可是呢 他们彼此之间 整合程度有限 而且呢 整个的这个发展不如欧盟 不如东协 不如这个很多区域的经济组合 所以他们本来就说哎呀要签我们大家一起签 我们要找签FTA 那我们比如说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 我们这都是Mercosu 绑在一起签 可是就是有些国家卖 所以这次Mercosu 他就想自己去 这个乌拉圭就想摆脱Mercosu自己去 我不管怎么样 我先把大陆市场的优惠的条件拿到 这样子 比如说我卖牛肉的话 我有优惠比如说牛肉进口 这个冷冻牛肉 一般WTO的进口税率是15% 那我跟你签一个FTA的话 我只有5%的话 那巴拉乌拉圭这个牛肉 在中国大陆就可以大卖 哇那这样子竞争力就变强了 对 那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中国大陆也有很强大的国内市场 像中国内蒙 尤其是乌克兰现在又在打仗 那中国有产业 我都给你这么低的关税的话 对我来讲我国内产业要付出代价 那小蒙牛 那些做这个乳制品的 对 这个内蒙的这些 这些这些牧民们 他也要过日子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今天把这些市场都开给你的话 那我自己的产业要受到竞争 所以不过乌拉圭他这次就摆明的很清楚的 他摆脱了他们在南美的这个五个国家这个缩线 他自己一个国家去 难怪警铃大作 对他讲的一个就说我要跟你签FTA 所以乌拉圭先开了这个头会不会就促使 因为之前也有说嘛 巴西也有可能跟中国大陆更多的贸易紧密 还有一带一路的部分 好等一下我们来看一则新闻报道 先来前情提要一下 那他访这个外交部长呢 乌拉圭的外交部长访中之外呢 他也见到了许多关键的大人物 包含了中国国家的副主席韩正 在北京接见他 他们双方呢 谈得非常的好 非常有默契 他说呢 中乌啊 要以建交35周年为契机 我们一起呢 推动更多务实合作 加强战略协作 好你看他们谈的 好希望跟乌拉圭一起共享发展机遇啊 因为现在呢 中国大陆在推进 习主席说的中国式现代化 好同一天呢 又见了秦刚外交部长 好同时呢提到了 我也愿意和中国大陆 相互了解尊重 然后要推进世界和平与繁荣 所以其实啊 中国大陆啊 出去跟人家交朋友 为什么大家都愿意 第一市场大 第二呢 我市场开大门走大陆 我不跟你像美国一样 来这个制裁的这一套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这则新闻报道 我们来分析 接下来南美洲国家 是不是真的要翻车了呢 巴拉圭是台湾在南美洲 唯一的邦交国 月底将举办总统大选 而在打候选人 艾里格里 18号接受路透专访重申 一旦他胜选就会与台湾断交 尽管巴拉圆与台湾建交超过六十五年 但艾里格里最近受访却强调 与台湾建交并没有让巴拉圭获得足够利益 也失去大陆贸易的机会 因此他若胜选将转而与中国大陆发展关系 打算借此增加巴拉圭大豆 以及牛肉的出口数量 然而不只是巴拉圭 台湾很可能再失去另一个邦交国 蔡英文总统一再强调与瓜地马拉之间的关系 坚弱磐石 而瓜地马拉总统贾麦戴也曾说 要是台湾在拉美地区只剩下一个邦交国 那一定是瓜地马拉 然而日前英国金融时报却披露 由于瓜地马拉将于六月举行总统大选 而现任总统贾麦戴并没有连任资格 因此未来台湾之间的邦交关系恐怕出现变数 但值得一提的是 为了巩固与台湾的关系 贾麦戴宣布即将访问台湾 展开两天的访台行程 对此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布光是再次强调 坚持一中原则以示大势所趋 他还这样说 台湾民进党当局拓展国际空间的图谋 已经道尽图穷 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把戏 卢拉总统先生访华 在北京春暖花开的世界 再次见到老朋友 我感到十分亲切 随着巴西总统鲁拉日前访问 中国大陆获得庞大商机 对拉丁美洲国家 以及大陆的一带一路计划 有指标性影响 其他拉美国家 是否会受到鲁拉影响 拉美地区的中美博弈 成了全球关注焦点 今天零行做个报道 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 我们的粉丝们 记得帮我们按赞应援 还有我们的频道 全球大视野 免费动动手指 帮我们订阅起来 给我们百分之百的应援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 那么南美洲翻盘 会对美国带来 什么样的冲击呢 接下来还有 尼加拉瓜跟大陆建交之后 首批中方支柱的 社会住宅就开始动工了 你看到这个动工典礼 非常的隆重 表示尼加拉瓜的建设 要开始了 尼加拉瓜跟大陆合作的 这个建设计划呢 遍及尼加拉瓜 84个城市 15个省份 两个自治区 要盖的这个住宅区呢 有12,034套 那这些冲击呢 华尔街日报自己也做了分析 他认为呢 习近平主席呢 最近一连串的外交活动 主要的目的就是 撼动美欧团结 尤其是鲁拉访路 还有马克宏支持 欧洲的战略自主的这个理念呢 都让大家唤醒了 对啊 我们为什么一直要听 某个国家的行动来走呢 我们不能走出自己的路吗 比如说欧洲不能走出 自己的对华政策吗 那南美洲接下来 会不会他们也团结在一起 有自己的对华政策呢 习近平外交政策推动了一带一路 接下来还有包含了 斡旋沙特跟伊朗和解 这个都是一大突破 然后呢这个教授分析 香港晋慧大学的政治学荣誉教授 高靖文他认为 他说我看到了 这是对美国的反击 马克宏通过宣传欧洲战略自主的理念 对挑拨美国与欧盟的关系 起到了三风点火的作用 大使 其实美国现在的作为 真正出问题是 是他的盟友渐渐离他远去 对 倒不是中国大陆有多强的拉拢能力 而是美国的自己的作为 把他朋友 把他的盟友推出去 这是中国人说一句啊 日久见人心啊 你看跟美国当朋友 交朋友交久了 看到他露出马脚了 动不动跟我闹不合就来制裁我 对美国现在手上只有棍子 然后跟人家谈的都是军事 都是安全都是战略 你想想看 中国大陆现在跟人家谈的都是什么 我帮你盖多少国民住宅 我给你一袋一炉帮你修什么东西 然后呢我们可以真用本币来或做 谈的都是经济啊贸易啊 那你说你要哪种朋友来 来了就跟你讲我们准备打仗 我们啊我们现在共同敌人是谁 我们一起来合作 然后呢我送你一艘这个巡逻艇 然后呢你要如何如何 对你不够的弹药来跟我买 好跟美国买 另外一方美元来讲的话 我借的款都是美元 对不对 所以我每年要每个月要付的利息 都是美金来付啊 是 那本来利息都是3%的 你美国在那边给我升息 疯狂升息 从疯狂升息 我过去一个月要还300万美金 现在因为升息 我一个月要还350万美金 那我这国家经济不破产了嘛 所以美国事实上 都是把他的朋友怎么样 做他的朋友 利用他的朋友 做他的朋友要跟他一起去嘛 去跟人家修理别人 另外一方面经济一点好处没有 那人家怎么跟他做朋友呢 所以就是今天美国 我觉得他刚才这些学者讲 都是中国大陆害的 我觉得他如果这样想的话 那他们就错了 而且他们也不会改善这个状况 是 问题是你美国自己内部的政策造成的 今天美元今天受大家的怎么样 大家想抛美元 为什么 你会你我我我美元 资产放在你美国会被你没收 对中国跟日本最近还是持续的在抛售 对啊 因为美国有一个学者曾经说过 很有名的学者说 现在对付中国最好的方法 就是把他那个八千六百亿的美债通通 什么没收 不认账 拜托八千六百亿美金 这种事美国也干得出来吗 有人就在这样讲 哇这也难怪了 现在全世界呢 不只是欧洲有疑美论 是不是南美洲呢 可能 不要说疑美啦 就是各个国家他们开始 有一点觉醒了 觉得说好像也不用跟着别人走 自己可以走自己的大路 尤其是跟着中国走 可以一起来做生意 好像也是疫情之后复苏之后 每个国家在拼经济 现在最需要的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战斗民族俄罗斯 最近我们说从4月一直到10月11月 其实都是军演的旺季 因为在这个时候呢 天气海上最平稳 俄罗斯的国防部最近做了什么事呢 在18号的时候派了两架战略轰炸机 八艘的俄罗斯舰艇 直接呢又在日本海北海道的争议海域呢 又给它绕了一圈又摸了个遍 日本当局呢当然是紧急抗议啊 派了这个战机来因应啊 但是呢俄罗斯来秀这个肌肉之外呢 同时也呛了这个G7的这个会议啊 非常的明显这个意图啊 不过美日韩三国现在一样也在军演哦 话是说要振折北韩啦 那也有人认为好像抗中的意味很浓厚 我们一起来看看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借着军演大修肌肉 两架图95熊市战略轰炸机 巡异二货刺客海和白令海上空 还派出一架侦察机飞越日本海搜集情报 另外八艘俄军舰艇出现在北海道李文道一溪 其中两艘是五位级驱逐舰 另外六艘是毒蜘蛛三级轻型飞弹护卫舰 向东穿越北海道与库叶岛之间的宗谷海峡 日本对于俄国在北海道附近军演 表达强烈抗议 日媒分析这次俄罗斯在北海道附近的军演 除了剑职美国及日本 也被视为回应G7外长会后 要求俄军撤出乌克兰的共同声明 但俄国军演同时 美日韩其实也针对北韩同样以军演为辙 南韩海军指出 联合军演是为了测试对北韩弹道导弹威胁的 侦测追踪与情报共享能力 并加强三国对北韩核行动 如果升温需要采取的因应措施演习 在美日韩军演结束后 美韩将会持续军演到28号 最先进的F35战机也会参与演习 而在美日韩联合演习的第一天 日本与韩国的外交部与国防部重新举办 二加二高层级会谈 这也是日韩睽違五年以来 再次举办外交国防高层会议 记者离境综合报道 好建大师你怎么看呢 最近这个俄罗斯 常常都给这个日本好看 穿越各种不同的海峡 清津海峡什么的 而且他都派这个太平洋舰队 去把他摸了个遍 收集情资之外呢 也对日本有点嚇阻下马威的作用 对因为日本跟韩国在这次俄乌战争中 都很明确的站在 美国那边 美国这边也站在乌克兰这边 像这次的美国五角大厦军情的泄露 就提到美国要韩国提供 大批的弹药提供给乌克兰 那日本更是多次金援 金援这个乌克兰 二十亿美金 几十亿美金的这样给 而且韩国今天也改口了 这影席院呢 就是说不排除 在需要人道救援的时候呢 会来支援乌克兰 对所以他们在这个战场 在这个次战争 完全站在美国这边 然后跟着乌克兰一起 在战场上跟俄罗斯 等于说间接的 已经在交火了 所以俄罗斯当然对日本跟韩国 都有意见了 那不过就是说 其实地缘政治 地缘政治 你的邻国对你的利害关系 是最直接的 今天韩国我们不讲 日本来讲的话 日本这个国家目前 它跟二次大战以前的国力 尤其军事力量 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它的飞弹打不了300公里 它也没有这种空中加油机 飞机也飞不出500公里 然后呢没有核子武器 没有中程的长程的导弹 它在中国大陆跟 跟这个俄罗斯之间 只能说四个字不堪一击 它完全就靠美国 所以呢问题就变成你美国 今天跟你日本也只是什么 也只是利用你日本 美国真正的国土在太平洋的那边 它今天是用你日本的基地 然后呢去跟中国大陆 去跟俄罗斯做对抗 那真正打起来的话 也打不到美国 就打你日本 所以你日本基本上就必须要在这个 它的这个所谓的真正国家利益 长远利益 它要做个决断 你到底永远要跟着美国走 做美国的马前竹炮灰呢 还是你要改善跟你邻邦的关系 对搬不走的邻居嘛 中国大陆常常这样提醒 搬不走的邻居 你邻居关系搞不好的话 日本人是很脆弱 日本这个国家现在非常脆弱 那就是说在军事上 它是第一个被美国占领 它也没话说 第二个 它现在既有的武力系统 就是五年之内 把它的国防武力提升到两倍 GDP的百分之二 于事无补 他们现在要买美国的战斧飞弹 那只能打一千五百公里 可是你能装核子武器吗 没有啊 你从中国大陆随便飞一个 就是一个核子武器 东京就没了 你有这种武器吗 俄罗斯的远东舰队 远东这个国土 也是很多这些核子导弹 都装在那里 你基本上这两个核子大国在你旁边 日本事实上 夹在中间 日本要好好考虑 他真的他国家的长远利益在哪里 现在这次俄乌战争 远毛俄罗斯 你下载中天新闻网APP了吗 我想和你分享一个 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很重要的理由 专家说美国要把台湾乌克兰化 用大陆打台湾来牵制大陆发展 这些利美不会告诉你 中天会 如果你不要战争 要和平 你需要正确而且权威的 国际资讯和情绪分析 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和我们一起守护台湾 多一个下载就多一分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